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我在网路上面看到有现在很流行一种是不是牙膏 然后它背后会显示它的成分 它就是网路现在一直流传 它就是说牙膏的最后尾端有个条码 那个条码分颜色就是红色绿色蓝色黑色 然后分成植物性跟化学性 然后大家不要用那个化学性的牙膏 所以不曉得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真的假的 这个茂伯你有听过吗 我们在报纸上最常处理就是很多网路谣言 然后讲的都很想当然了 而且蛮有趣的他们这种想象很丰富 它主要是牙膏后面有绿色蓝色红色黑色 那绿色就网路讲的 绿色表示这是纯天然的牙膏 然后蓝色好像就是化学的 对 然后天然加药品 然后如果是那个黑色的话 是纯化学药品 那红色是天然加化学药品 听到头都晕了 头晕了 对 所以所以想象力一定很丰富 其实那个不是 那个就只是很单纯的 在制造过程中 那个尾巴 那个牙膏后面尾巴要封起来 对 封起来 那个电眼在少的时候 有点像我们过那个捷运 搭捷运 然后督一下 那个意思 然后督一下 他知道说这个颜色 他动作 那个机器动作到哪里 所以他把它封起来而已 如果他真的是 有那些东西的话 他一下就被查出来 他怎么可能会弄那么久 所以完全就是谣传就对了 对 不要相信还买贵了 如果他真的贵 他就卖那个最贵的给你 为什么还要在 是 聊到这个 我在网路上还有看到说 多用吸管 喝饮料 比较不会蛀牙 吴义士 基本上还是 刚讨论到就是蛀牙的四个因素 那吸管的部分 大家可能在用吸管的时候会感觉到 他吸的时候大概直接进到喉咙 所以他接触的时间会减少 不过 有的人的习惯 他是一罐饮料放在那边 慢慢吸 吸整个下午 其实接触时间还是非常的长 所以其实这样 跟我们快快喝 喝完的时间 相对来说其实也不会比较短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在同样的时间 的之下的话 用吸管 对牙齿接触时间是相对来说比较少 但是我们还是会希望就是现在夏天要到了 那很多人会有一个比较对牙齿 比较不好的习惯是买一杯饮料放着 那慢慢喝 那如果说喝的饮料都是含酸性跟甜性的饮料的话 在长时间下来的话对牙齿的伤害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说也不要说禁止说民众不能喝 那我们可能会建议就是在喝的话 尽量跟正餐在一起 或者说喝的时间尽量控制在四十分钟以内 那喝完的话赶快去喝点水速漱口 让口中的伤害性平衡 这样对牙齿的伤害会比较小 所以不要一杯从早放到晚慢慢喝这样子 反而对牙齿的这个伤害更大 对接触时间的问题 是 像Barryl你是不是还有漱口水 然后导致你的漱口水 对像我每天晚上都用漱口水 漱牙那种接牙漱漱口水 可是那个里面好像那个是薄荷成分很高 所以牙齿的好像整个都很麻 包括舌头都是麻的 那不曉得长久以来这样对身体 对牙齿有不少影响 吴医师漱口水好了 漱口水我们基本上漱口水主要有分 含佛漱口水跟一般针对牙周 杀菌的一个漱口水 那刚Barryl听到的应该是属于针对牙周杀菌的漱口水 那这个主要它里面含一个主要成分是Coroastin 那这个这个成分 基本上如果我们一天再刷干净 只用一次的话 是有达到杀菌的效果 而且没有什么太多的副作用 但是如果你当三餐这样使用 那如果长时间使用的话 甚至会对牙齿造成染色 或是可能有些人会影响味觉 就像你觉得舌头麻麻的 对这会等它麻掉 你用的频率很高的话 甚至有些人味觉会改变这样子 所以我们大家都建议民众 如果平常如果只是想要当作保养的话 那大概就是睡觉前刷干净的时候 牙线用完的时候可以用一次漱口水 那不要说不刷什么都靠漱口水的话 其实对牙齿长期来讲 反而是一种伤害 是保持人好的饮食习惯 跟口腔卫生习惯 希望大家都有健康的牙齿 我们今天很高兴谢谢两位特别来宾 以及现场的三位观众朋友 我们健康日记下次见